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V生命运术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运术九宫格 一五九有在关系相处当中 跟亲朋好友啊 或是跟另外一半 内心的渴望 以及他的行为特质哦 一五九这条点线 它主要其实是在展现 执着和成效的一个能力表现呢 那这样子能力表现 其实在感情关系的面向 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引导 还有坚守承诺的特质 一五九连线当中呢 拥有一这个数字的这种高自信啊 领导啊的特质 还有希望能够被对方依靠 五这个数字当中 善于说服 有强烈的这种感受性跟幽默感 最后九这个数字就是 赞于服务别人 享受照顾别人的这个成就感 以及喜欢扮演拯救者的特质 是有关系的哦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啊 我们会把一五九连线在 关系相处当中叫做 言行合一线 一五九九连线在关系相处当中呢 他其实是愿意扮演引导 还有让别人依靠的角色 这跟数字一愿意领导人群 数字五非常有主见 以及数字九期待 能够成为被依靠的这种 人格特质是非常有关的 所以在面对关系的时候啊 你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亲朋好 或是另外一半非常信任 并且敬重的对象哦 所以有一五九就要连线的人呢 通常啊 你会有高度的自我要求 希望自己能够是一个面面俱到 以及说到做到的完美伙伴 有一五九连线的人 你们其实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人事物 你们抱持的一种感觉 择其所爱爱其所选的态度 就是选了就要认啊 这是一五九连线的人的一个特质 你们会秉持的一个想法 一起面对困难哦 这个才是一个有担当跟爱的真实表现 你们会觉得说 平常说爱容易 可是当面对挑战的时候 这更要来展现我的肩膀 以及我是不是有爱你的决心呢 所以你们是一个很愿意陪伴对方 去面对困难 不轻易放弃的人 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会被对方觉得说 好像在跟另外一个爸爸妈妈谈恋爱的感觉 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要求 会有点像是把自己当成对方的爸爸妈妈 你要保护他们啊 你要比他更有远见啊 你要在就是他们要受伤的时候 要提醒他们这样子 所以他是希望完全处于一个被照顾者的状态 没有他们要照顾人 他们要照顾人 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对方的父亲 对方的父亲 对对方的父亲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要能够做到协助他 他没有听你的建议 或是你没有帮助他说 可能会有一些很危险的事情产生 或者就你会说 他们就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呢要去帮对方先想到很多不 你们有的时候会把对方的智能想得有点低 你会主动降低对方的能力啊 EQ甚至他们的情商 就是那种天生很爱操心的人 那有时候这种操心会让人家有点哭笑不得 因为这种可能没有这么的需要你担心啊 可是你就会不自觉的放大很多的 你自己会脑补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是担心并不是想要掌控 没有没有 他真是担心 他就是担心 然后在担心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开始自动展开想要帮助他关心的那个人 然后希望能够提供很多的意见 让对方不要受伤 所以有时候只有真的159很在乎的人 会看到他们很唠叨啰嗦 然后不洒脱的那种面向 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关系当中其实是很美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一个人这么的坚持 信守自己的承诺啊 是很难得的一个人格特质 我觉得这也是有159连线当中 他们个性当中一个很美的一个亮点 这样子的坚持和亮点 在跟亲母好友关系相处 我正在谈恋爱当中有哪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面向 那年轻的时候啊 比较容易被长辈归类成那种不太听劝 一意孤行 就是俗称的耳朵很硬这样子 有的时候是因为长辈没有办法理解 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会这么的固执 以及有什么东西好不放弃的 长辈有时候会觉得说 用台语的说法就 这有什么好坚持的 可是你知道小孩就是需要坚持这件事情 举例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早上就一定要怎么样 我今天就是不想穿这件衣服 我就一定要配什么 长辈有的时候在忙啊 或者是说生活的压力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你在整我吗 这有什么好坚持的 在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长辈会觉得 有159年轻人相对没那么好戴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 跟他们来去沟通 因为有159年轻人的小孩 其实是一个在小时候 比较需要去听他们的想法 去了解说为什么 然后如果你一昧的用处罚 或是强迫他的方式的时候 其实就会拉开你们彼此的距离 他会觉得说 你都不愿意听我讲 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就是有159年线也变得大了 长辈会慢慢发现 159年线的人 跟一般人相比啊 其实是非常有担当的 而且蛮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当家人或是朋友 真的遇到很危机困难的时候啊 由于159年线的 反而是一直守护 以及愿意给予支援 和协助的暖心对象 你们一旦啊 认定了 这是你们一辈子的 承诺和誓言的时候 就算别人会跟你说 何必呢 你干嘛负担那么多 对你不公平这样子的 我言言咸语啊 不甘那些人的事的分享 甚至是谣言 其实有159年线都不太听的 因为他很知道说 这就是我选的 所以我觉得有159年线呢 也是有非常那种 忠心的特质 以及你们很愿意跟想要 跟你们身边的人 去维持长年的好关系 就年轻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没有这么好的去跟他们理解 或者是相处 但长远来说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 可以为了一个人 或一件事情 持续在那 它是一个很特别 且很难得的一种 友情特质 或者是关系特质 那这样子来说 就比如说 有159年线 那遇到感情的时候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觉得有159年线的人 很愿意 也很希望 把对方的生活中心 变成自己的生活中心 把对方的需要 放在自己的生活的计划当中 你也希望两个人 可以一起携手 经营感情或婚姻 你们也相信说 只要努力跟不断的尝试 一定能够让你们的感情 更加的甜蜜跟稳定 所以我觉得 有159年线的人 其实是很愿意 为了对方去改变 自己的一些长久的习惯 或者是自己的人生方向 因为你会觉得说 当对方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你现在人生的方向 跟人生的坚持 所以因着有一个 你这么爱的人出现的时候 这种立即性的调整 并不叫做打脸自己 或者叫前后不移 你们会比较容易觉得说 我就是要赶快来去调整 因为这是我接下来 努力的目标 这样子一直愿意 有弹性的调整 而且是有目标性的调整的时候 你们的感情都可以 蛮细水长流的 有的时候可能很淡 淡淡的 可是其实只有你们知道 那个甜蜜是什么 是那种越相处越甜蜜的人 最后我只要提醒 有159年线的人 你们进到感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一个人 在努力和付出 你们其实是拥有说到做到 还有不轻易放弃的特质 每一个坚持 不论在任何的感情线上面 我们其实重复的来告诉大家 你要选到理解你和对的人 你的连线的特质 才会是加成的发生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 会变成那种工具人 或者是被人家利用 然后在利用的过程当中 其实更受伤的是你自己 你们的这些坚持 一定要是放在对的人身上 所以你们一定要先确定 在你们关系相处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真的三观是一致的 还有就是说 他在你身上要的这个坚持 是真的喜欢你 还是只是把你当成那一时的救生权 他知道你绝对不会背叛他 所以把你放在的角色 跟你对他的那种期待是不对等的 当这种不对等的事情产生了之后 你一旦开始投入的时候 真的就开始累积你自己 未来伤痕的累 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 特质上面其实是什么言行喝一 说到做到 甚至是不轻易放弃的 这种连线特质的人 问题姐都会重复的不断跟你说 特质是好的 只要你在对的对象身上 去展现时 你会发现你即使不用这么用力的做 你都能够有很加倍的疼爱 理解跟甜蜜程度 发生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检视方法 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这个特质 是成为你受伤和伤心的一种 情绪来源的时候 或许对方就不是那个对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检视方式 所以希望正在收听这一集的 有159连线的人 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有159连线 他现在正在面对一些感情的挫折的时候 赶快把这一集推给他 赶快检视一下 你现在生命的人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感情没有对错 但是要找一个对的人 适合的人来跟你谈这段感情 你们才会是两个人一起快乐的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灵术九宫格 159连线的人呢 在情感相处上面当中的一些特色 以及一些小的提醒 希望能够成为你在感情相处当中的祝福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